为什么我这个女人要求死 只要战胜土锅了 没有那么多头身 他现在不是管得很紧嘛 他国客也不给我打 我打小小的 那些几百块钱收你的 他也不给我打 没有 他这些都是拼饭的 那早几天我不是跟他打牌吗 你就马上回来他这样子 反正现在我在这个家庭上面 我连床里都没 我说话我不上诉 我每天中午在家的睡觉 睡几个小时 睡到几个小时 要是出来的时候 我去买衣服穿啊 去拿着灌机啊 他店子从来都不管 这个下午他这样子 我钱都是他发的嘛 我发什么钱咯 我根本没发什么钱 我没去赌博手 我根本没发什么钱 先生 你在那叫得这么起劲 我得说句话 你知道你现在手里 其实没什么牌 你还真别叫我 没有 我想 不是他想跟你过 你想离 是你想跟人家过 他想离 你别想不清楚 你明白吗 而且我告诉你啊 有一件事 我要把话跟你说在桌上 大家都知道 借酒的人 是必须要做出 滴酒不沾的誓言 否则的话 这个帮助没有办法 不是说 我不整瓶的喝白酒 我可以喝点啤酒吗 不行 所以没有什么打牌 这回事 你要么 就做出 我绝对不沾 我不管是什么 打牌什么的 一概不沾 两年以后 你借干净了 两年以后再说 我们才帮你调解 否则的话 你爱咋地咋地 这日子不是我要替你过的 我是想提醒你 你现在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你这四个月的时间 是你唯一的一个机会 你如果是想跟他和好 你就这么见着面 跟他嚷嚷 任何一个女人都会离开你 我一个条件 他把我那个钱 反着债 常不反通这个债 这个钱 我不能给他传管 还什么账 你这签账是怎么回事 那我签了七八万 八万多块钱 他常不报反着 是赌掉了赌债啊 还是什么债啊 有些是一钱留下来的 有些是这次赌 赌进去的也有 在妻子离家出走的这段时间 钟先生选择用赌博来麻痹自己 短短的两个星期 再次输掉八万余元 其中甚至有三万元高利贷 每个月仅利息就高达四千五百元 在不断翻倍的高昂赌债面前 钟先生手上三家店铺的营业额 潜得杯水车薪 已被赌债逼到绝路的他 内心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妻子尽快替他还击 我明确告诉你 你赌进去的钱 他没有义务赔你去还 那是你自己的债 因为夫妻共同债务 是必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 对吧 你赌博人家肯定不同意 你自己私自在外面借钱 那也是你自己的事 你这个没有义务让人家帮你去还 在你们婚姻过程当中 你是过错方 又赌又打人 对吧 你应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你还有什么可咆哮的 对吧 你只有像毕老师说的 彻底戒掉赌博 这个改邪归正 继续做好本职工作 继续做好家务 我觉得夫妻之间互相体谅 他在外头撑着这个买卖 你在家里干点家务 挺温馨的 其实钟晏我也很想问问你 我觉得以您这些现在的年纪 应该是上有老下有小 您刚才一直在聊天当中 反复提到说孩子 因为考虑到孩子的感受 其实我都没有忍心再去问您 那您考虑到您现在这些 所作所为对孩子的成长 有多么不好的影响吗 如果您 我年轻一点 可是他也是在老家 有时候我也不敢打电话回家说 不是打电话 你每次都打电话给他吗 不是打电话 所以要你躲到这样子 我只天只夜没回家 我没办法 你打电话给他干嘛了 你要打电话给他干嘛了 打电话给老人家 你跟外头欠了那么些债了 媳妇管不了你 找你爹妈哭哭 找你爹妈说说 看看能不能管 这这媳妇错了吗 不好好说话呢 先生现在打算怎么办 你妻子现在就是坚持要跟你离婚 你有什么话想跟他说 我现在我不理 要理的时候你自己看 目前针对场上的情况呢 我们的两位当事人 还是各自坚持自己的诉求 那么我们现在委托 毕竟一老师带领我们的女当事人 去密室来单聊 那现场我拜托四位老师 我们再来跟男当事人来聊一聊 看来他心中到底有哪些结 到现在还是解不开 当刚才媳妇在的时候 我交给你这些东西都没用 然后现在我慢慢说 你慢慢听 别着急 第一点 叫认清形势 今天咱们来是媳妇要离婚 你不理 所以是咱们求人家的事 不是人家求咱们的事 第二件事 求人的事 得咱们拿条件出来 我能给什么 而不是说你得给我什么 所以 媳妇替你还赌账那事 不是你能提的条件 因为那个账是你的 律师都说了 媳妇不该替你还那账 她替你还不还 完全由她说了算 这事也不归你说了算 第三件事 你现在能做的 就是跟媳妇保证 我不解的经过 有请 潘女士呢 她的态度很坚决 但是呢 我觉得她的心思 还是想的挺细致 她要零分 她把四房钱找不拿出来 三十多万的四房钱 在她那里 所以钟先生 我再次问你一句 你今天不离婚 究竟是舍不得这个女人 还是舍不得你的 她的四房钱 一个四房钱把她拿出来 四房钱 几十万的四房钱 多少人她管家的债人 都是她那里 听我说 你看着我 我很少发脾气 但你的态度 真的激怒了我 如果你今天来 只是为了要钱 我们就用要钱的态度 来跟您谈 那四房钱要不要 家庭的四房钱 要不要拿出来 没有你想理所当然 你想当然的 她把四房钱 她她自己的家庭 她自己自己用的时候 没那么多 你看她衣服 买一件买一件 像我妹妹 她买她的衣服 你想想看是不是 现在女方已经准备第二次起诉离婚了 那么第二次诉讼离婚 法院基本上会判离 在那个时候 你作为过错方 你得到的财产 能不能得到 能得到多少 是非常有限的 拿多少自己起诉 我都没事 把我四房钱拿出来些 我走了 我不说 妻子的决绝 让钟先生彻底爆发 奇迹败坏地离开了六支建厂 经过专家谈了合议 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调和的余地已经不大 是